报纸新闻 我是李竹缠 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9月12号 星期四 目前我们在YouTube直播已经开始了 欢迎您打开YouTube频道 您可以收看收听 也欢迎您留言按赞追踪 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 今天报纸新闻的焦点 首先来看到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在头版头提书 关心反送中危害国安李孟居 真的被大陆给抓走了 屏东县方辽乡镇顾问李孟居 入境大陆失联22天之后 大陆国台办法人马小关 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 李孟居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已经被依法审查 陆委会呼吁说陆方应该即刻就李孟轩 目前遭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关押地点 还有他所涉嫌为谈的法令 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等等事项 进行完整的说明 根据李孟居传给友人的照片显示 李孟居18号是前往香港 晚上到反送中现场拍照留念 20号的手机影像由解放军装甲车 军用卡车的照片 无法确认是分享或自拍的 亲友担心就是这些照片被大陆给罗兹罪名了 自由时报在内夜新闻二版 李孟居被大陆给逮捕 府院是严正关系 另外韩国瑜说 这是不正常两岸关系所导致的 柯文泽则是表示 中共应该公布犯罪的事实 在自由时报二版有个讯息是 国防部昨公布了108年国防报告书 和106年版的报告相比 这次内容更强调大陆对台湾的三战 也就是舆论战 心理战 法律战 对国社会进行渗透和内部分化 另外也提到我国面临的假讯息威胁 大量的假讯息传播已经对我国社会产生影响 另外在国防报告书里头呢 未来在贪案坚敌国防战略之下 精准火箭确定先委由中科院研制 未来是成果决定要国造或是呢 外购 今天在旺报头版头提啊 也是和两岸关系有关的 这是绿营推代理人法 大陆希望呢 应该要悬崖勒马 针对民进党政府将制定中共代理人法 大陆国台办批评说 这犹如新建言法制全面煽动两岸对抗 制造两岸敌意 正告民进党当局哦 必须悬崖勒马 好 此外呢 在中国时报头版头提的部分呢 则是提到了郭柯携手拜庙结盟 蓝军中常委喊好聚好散 韩国瑜是沉痛的说 不团结的话一定会后悔的 好 在中时头版头提说 继幕僚前往中选会了解参选的进程之后呢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随今晨六点钟前往新竹县城皇庙 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共同拜庙 一起吃米粉汤 随后呢 郭台铭亲自前往柯家 送柯父母月饼 结盟参选不言可遇 对此呢 尽管国民党内中常委不满 甚至说出司马昭之心 好聚好散 不过国民党参选韩国瑜 还是在脸书沉痛呼吁 别人不团结 导致永远后悔 并坚定表示 这次一定要赢 郭柯两人呢 昨天清早参拜了新竹城皇庙 连带荣誉 副董上宣明志陪同上香 郭柯受访时说 台北新竹很近 既然到新竹城皇庙是信仰中心 大家就一起上香 郭台铭只简单表示 今天是来送月饼的 河内写有莫忘初衷 为国为民平安喜乐 健康如意的文字 柯妈妈则赞扬郭台铭 认真为台湾打拼 说柯文哲会帮忙郭台铭 这样才叫合作 郭台铭结束行程之后 返回台北 并拜会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王金平说 郭台铭赠送了 藏师莫忘初衷 上天指路顺应姻缘 和家安康的月饼 郭台铭对参选总统 有轻轻提到再考虑 好另外 王金平也说 如果郭台铭参选总统的话 他绝对不会去当 郭台铭的副手了 好另外呢 中国时报在内页二版呢 记者林敬明有写个特稿 说三角都如果成型的话 小英的优势会下降 中国时报在内页三版呢 国民党大佬登广告 呼吁韩国合作救国 郭台铭是不是要参选总统 进入倒数即时的阶段 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连战 发动包括马英九 吴敦义等国民党 还有工商妇女及军方 总共31位大佬 或意见领袖连述 亲笔签名在报纸头版 刊登团结奋斗 就中华民国的声明 呼吁郭董和韩国瑜 以进一步退一步 让一步 跨一步四步的诚意 来谋求真心的合作 联合报内页四版高雄市 绿营明代踢馆 韩国瑜反江一军 高雄市民进党立委 还有议员呢 昨天是到高雄市政府 开记者会踢馆 讽刺韩国瑜施政 满意度垫底 要韩国瑜罢免自己 或辞职下台 没想到韩国瑜 突然现身正面迎战 细数政绩还反江一军 要绿营明代 不要唱衰高雄 一起把南台湾的力量 给放出来 自由时报呢 在内页新闻四版里头呢 又提到哦 在 韩市府查水表嘛 大港开唱 明年不唱了 在高雄已经举办 十一届的大港开唱 在韩国当选 高雄市长之后呢 大港开唱团队说 感受不到市府支持 带着不舍和遗憾的心情 昨晚宣布 明年停办 根据知情人士 透露 停办原因 竟然是因为 被韩市府查水表 好 高雄市文化局呢 对于大港开唱 明年停办 表示尊重 也深感遗憾 针对查证的事情呢 文化局说 不回应 好 韩国瑜昨天颁奖 给资深及特殊 优良教师 前金幼儿园长 郑淑联 拒绝和韩国瑜握手 媒体问他 为什么不握手呢 郑淑联 当场脱口而出 因为打从心里 就不喜欢他 联合报在 头版头提说 助长照机构 终于获得补助了 重度失能失智者 因为照顾难度高 必须住进 住宿宿的机构 预估呢 全台超过八万人 住在机构里头 每月三万到五万元的费用 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 卫福部长 陈时中 昨天出席 国际慈祭人 一年会 宣布 打算采取定额补助 每个月数千块钱 直接拨给机构 预计四万多人受贿 好 联合报下半个版面呢 有地表最强原配 刊登的声明启示 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小三的高清照 也复光了 好 他提到呢 你办了我家老爷 长达近四分之一 世纪以上的岁月了 在生病时 你无法随时再测 也不是你的错 对我来说 他就是我的唯一啊 那他还提到说 他的老公啊 已经没有办法 有繁衍的机会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他也说呢 希望这个小三知难而退 庶明是字字写类的工具人 好 财经新闻焦点方面 联合报在内页署版Google 在台湾社第二座资料中心 要落脚台南 年底开工 自由时报在内页新闻 10版 大陆宣布豁免16种 美国产品关税 分析是说 贸易谈判前表达善意 更像在支撑低迷的经济 近日报头版头提 新iPhone发表三款 11系列同步亮相 入门款只有2.49万 比上一代便宜2000块 iPhone11零元购机方案 来了中华电台湾执行 亚太电信率先推出 20号开卖 工商时报在头版头提 新iPhone佛新价 双亡最补 新规格揭晓台积电 大力光受瞩目 内页新闻焦点方面 自由时报在内页500 掉300万风波 民进党连政会要 陈明文来说清楚 预计25号召开连政会议 陈明文说 如果需要的话 他会充分配合主动说明的 此外呢 中国时报内页500 传行政院删掉两个重点 最高最低工资法失守了 好 行政院政务委员 林万亿郑重否认 表示呢 这个案子还没有审查 联合报内页600 国人平均寿命80.7岁 更长寿了 男性77.5岁 女性84岁 双双创下新高 可能和医疗水准提升 重视食安等等有关 好 另外高铁沿道屏东 日运量预估呢 增加1000人次 乘客恐怕比彰化站还少 此外 在联合报内页10版 吴庆祿病死 中间死求 目前剩下39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报纸新闻 提供给您一天开始的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